记者游明金宜兰报道 活动折夜也能变游戏道具 童玩节将于7日至8月19日登场 今年以童新大进击为主题 强调童取看世界 活动折夜也设计桌游版本 展现新创意 只要在园区完成指定任务 还可获得童玩节专属限量3000份的桌游套件 送完为止 欢迎助援民众索取 更多童玩节资讯 请上童玩节官方网站 httpwww.yicfff.tw 查询或上Facebook搜寻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 配合童玩节折夜 全新设计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 今天在文化局广场举办桌游体验 文化局表示 民众入园可索取桌游版活动折夜后 依照说明自行将折夜纸牌图卡剪下 搭配随手渴的头子 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扮演游戏设定角色 一起游戏同乐 县文化局秘书郭香兰金在折夜桌游市玩活动 也化身魔王关主 考验挑战者打陀螺技巧 透过家长在旁教学 让孩子也能了解爸妈的童年游戏 县文化局表示 今年童玩节折夜有两种版本 除以班活动介绍的宣传折夜 桌游版是全新创意 游客缩取后 只要在园区完成指定任务 还能获赠限量专属桌游套件 包含可收纳牌卡的纸盒与特制游戏投资等 下呜 下呜